好那我們現在來聊 這個UI裡面的Togo 這是一個複選 就像那個考試那種選擇題 那他可以做複選也可以做單選 我們先多複製幾個吧 Ctrl D 再往下拉 下面這個天空背景我們把它關掉 你這個天空背景 你可以在攝影機 這邊有個Clear Flag 我們這邊不要拍天空 我們這邊就用一個純色 這樣可能會比較明顯 裡面的這個文字呢 我們把它自行改成白色 這樣應該會更明顯 順便我們把它做一個全屏的預覽 這裡面的勾勾呢 預設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Togo元件 這邊有個叫It's On 把它取消掉 取消掉 取消掉它就不會打勾了 OK 所以我們現在Play起來 所以預設應該大家都沒勾 然後呢 比如說我可能要選這一項 或選這一項 或選這一項 OK 這是複選 這是複選 那也可以做到單選 那做到單選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 叫做Group 這邊有個Group 這個地方 它要放一個TogoGroup的元件 一般我是這樣做 我會在Canvas下面呢 新增一個空白物件 然後這個 物件名稱 這一群 OK 那關鍵是這個遊戲物件 要加一個 UI裡面的TogoGroup 這個 元件進來 再來 就是 我們這三個 把它丟進去這裡面 成為它的植物件 然後呢 我們把 副物體呢 這個TogoGroup 我們把它拉進來 就把它擺在這 OK 好 然後我們先預設其中一個呢 是椅子按 好 現在我們把它Play OK 好 所以我現在選某一項 另外一個製造會被取消掉 這就是單選 單選的做法 是這樣 再來 這個東西呢 我們也可以換圖片 比如說 我先把 我先把兩個先刪掉 我們 來處理 這個東西 我現在我並不需要它文字的描述 所以我這個Label我把它刪掉 然後呢 Background呢 它是指白色這個底的部分 裡面還有一個 是指這個 勾勾這張圖 我們都可以換掉 我們把外面的大小 現在也不用那麼大 所以我們幫它說一下 看大概就這麼大也差不多 那麼裡面的項目呢 我們都給它 鎖定四個角 這都一樣 鎖定四個角落 四個角落 好 就是說 這裡面的圖片 會隨著這個圖口的大小 一起縮放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這樣做 我要示範一個東西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三個材質 三個材質 然後呢 我選其中一個材質 就會變化在 我們這個craw的這個物件上 OK 好 那我們現在針對這個 這個background呢 我們去找 一樣 VR材質 那個什麼 房間這個地方 這個壁紙這個地方 這有兩個 其中一號的就是 還沒有選用的 然後二號呢 就高亮的 這代表有選用的 所以呢 我們這個background呢 我們就貼這個一號的進來 OK 然後選下面的 貼二號 這樣子 好 那他呢 這個預設椅子按已經夠了 所以這個預設是選用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從玩家的這個角度來看 他這個圖片有點小 我們幫他放大一下 把大小改大一點 先拉大一點 這樣子大家在看也比較明顯 這邊的話 大小把它固定 90乘90 或100乘100 寬跟高都100 好 那一個就擺在這 那我們就再複製 Ctrl D 那這個拉下來一點 就擺在這裡 那預設呢 它的椅子按呢 我就把它關掉 把它關掉 再來 我們把它的內容呢 換一下 展開 所以這邊的話 我貼 W21 W21這張圖 然後下面這個是W22 OK Ctrl D 這邊我們用最後的這個 W21 W21 然後這個用W22 W21 現在呢我就有三個地址 然後 我現在呢 這三個他們的group都有賦予了 因為都是從第一個複製的 所以大家都有 而且後兩個呢 預設也是暗示沒有打勾的 現在我們把play起來 所以呢 現在預設選的是它 然後呢 如果要用這個的話 就在這裡點一下 就切過來 或者這樣用這個 點一下 就這樣切過來 OK 這個是用Togo呢 就是改一下它的外觀呢 就可以做得到的事 反應在程式上的話呢 就是說 這些元件呢 因為他們都有自帶事件 所以這邊有帶一個onValueChange 所以 我們一樣是在這邊做 這裡的話 我看一下 我看看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說 好 先這樣吧 這裡的話 正常我們要換上去的這個壁紙呢 就不是這個 什麼0102的 是上面這個 這就是圓圖嘛 對不對 整個完整的壁紙的貼圖 所以我們現在要對應這三個進來 對應這三個進來 我們先來改一下程式 所以我現在我需要三張程式 我們用正列來引入 所以我需要三張 然後呢 對同一個cord 來做變更 所以這邊是不變的 好 先Ctrl加S 然後呢 還沒有變過來 我存檔了嗎 等一下 對不起 這個地方不用加數字 對不起 答錯了 直接加中掛號就可以 Ctrl加S保存 然後等一下 他一直說我有個地方錯 我看一下 對下面 這邊沒有用到把它刪掉 Ctrl加S 我們現在只有上面定義的部分 然後現在再回來 OK 現在已經變化了 我們需要三張 這邊就打3 然後呢 把三張圖對應起來 那麼 這個為0 1 2 一正列的所影值 0開始 012 所以這邊也是對於012 按照順序 按照順序 對進去 那我們這邊 就把這個 放在 這 第二張圖是用這個 放在 這 然後最後一張圖 放在 這 那這個已經指定過 那就不指定了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這邊會用到一個 叫什麼 onValueChange 按一個加號 然後 這邊的話呢 就是 我前面說過 我們程式放在 那個什麼 Main Camera身上 就把他拉進來 這邊也是一樣啦 把他拉進來 這邊還沒有按加號 拉進來 這個也是喔 拉進來 往來 好 拉進來 然後呢 這邊的下拉選單 叫選一個東西嗎 程式還沒寫 我們這邊來補 一定要公開 然後呢 VOID 比如說 我們這邊取名叫做 Change Change Texture TST URE 然後呢 我們帶參數 INT INDS Index 這個參數是指明說 它要對的是 正列的編號的什麼 好 然後我們補一句 然後我們補一句 RENDRIR RENDER 點 MATRIL 點 Main Texture 主要的文理貼圖 等於 TST URE 然後呢 這邊就帶這個 Index 所以是哪一張圖要被貼進去 好 Ctrl 加S 保存 不然這樣子 我們連這一個 連這一個 預設它的一直按 我們也先把它關掉 這邊 先關掉 所以大家一開始都沒有被選用 然後呢 我們來做一下設定 好 那麼在這邊下拉選單 選擇我們的程式的 Change Texture 好 那這邊是0 這邊選用 Change Texture 然後這邊就打1 這邊選用 Change Texture 這邊就選2 012 好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PLAY 所以我們現在選這一張 有沒有 換上去 選這一張換上去 選這一張換上去 OK 好 以上 就是 Google說明的部分